能得到三二个的喜欢 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要开始 准备了 好快一点 哥哥 再快一点 妈 加把劲 再加把劲 哥哥 恭喜哥哥 轻了一斤 轻了一斤呢 这四斤的男子 哪个不喜欢身材窑条 几个风骚的女人 看来你是喜欢婉真哥哥 婉真哥哥 你上哪去啊 婉真哥哥 你看我现在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 漂亮 漂亮 那 婉真哥哥 今日是重阳节 咱们一起去赏学好不好 反正妹妹乖 我阿嬷呢 再给罗许多事物要忙 吓唤吧 哎 婉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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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别生气啊 哥哥 别气坏了身子 哥哥 哥哥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看我笑话了吗 陈不敢 我告诉你 所谓精诚所至 与始为开 永昌哥哥一定会喜欢我的 哎 哥哥 哎 哥哥 哎 哥哥 哥哥 慢点 哎呀 别吐 哎 哥哥 三二个 当真要去婉真哥哥 他们怎么办呢 师父说我将来是要继承天下的 婉真哥哥身后的势力必不可上 就先这样吧 将来我要是遇到了一宗人 给纳维侧父子 独宠专法 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可这样对婉真哥哥岂不是 他一个好好的姑娘 我又不要伤害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放了 没做东西 婉真哥哥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骗他 与你何干 来人 给我带走 快带下去 走 走 月菜 月菜 哥哥 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去冲撞三个 哥哥你听我说 三个不可靠 他只想利用你背后的势力 并非真的喜欢你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你也太傻了 往后 我不在的日子 请哥哥务必照顾好自己 喜欢吃的东西就多吃一点 不要亏待自己 你自己都自身满宝了 你还 你还想着我做什么 只要哥哥好 玉台就好 真是大傻瓜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 哥哥 哥哥 皇后娘娘 万真 参见皇后娘娘 见过姐姐姐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万真斗胆求您一个恩典 求皇后娘娘放了玉台 怎么了 玉台为我出草 打了三二个 求皇后娘娘开恩 在皇上的皇子面前 都敢肆意妄为 你让本宫如何轻饶了他 可是玉台是为了我 才打伤了三二个的 我不能做事不管 而且这次 我才知道自己心里 喜欢的是谁 所以 还求皇后娘娘 能够成全我 和玉台 妹妹是决定好了 是 既然 你和玉台两情相悦 本宫又怎能放打鸳鸯呢 这样吧 本宫收玉台为义子 这样一来 你能盯视门当户队 二来 你的阿门也能够放心了 谢皇后娘娘恩典 恭喜王父 恭喜王父 怎么了 皇后娘娘 张万真哥赐婚给你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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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说什么 回去说 你说什么 皇后娘娘赐婚给你了 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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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这是你一辈子的幸福 我只是个见面一条的安踏 不值得哥哥那么做 你知道 其实 我早已经喜欢上了你 只不过 我发现了有点晚 哥哥 你到底去不去我 去 我去 我会和你一辈子的消息 你一辈子的感觉 有点手 你怎么能听到我 你怎么能听到你 不吃了 不吃了 吃不下了 怎么办 我感觉我又装胖了 无爱 不管你多胖 我都喜欢你